作詞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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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步驟 很多家長都很緊張 就是面試的部分 面試時的小朋友 需要有什麼良好的表現 才能考慮去收取他們 去取錄他們 因为K1来面试K1的学生 应该都是小岁而已 所以就比较小一点 我们也明白小孩有些自然的反应 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想如果在面试的过程里面 主要就是我们希望他对我们的提问 他要有个明白和有反应 很重要 即是可以沟通 还有他也可以听到一些简单的指令 可以跟着一些 又或者你会觉得他能够跟着 又或者有时能够表达到一点 他自己的意思当然是最好的 有些小孩在岁几 他可以讲到一些单字 有些可以讲到一些很简单的句子 其实如果他能够有好一点的表达力 那这个肯定是比较有优势 那会不会看他和其他小孩的相处 那些东西呢 这个我们也会观察的 因为有他们来到面试 第一个环节就是让他们暖和一下 也会有个play room 或者play area 那会有其他兽子在一起 哦 那父母也会进入 是 但是我们也鼓励父母 就试一下 就不要在他旁边 是 坐开一点 那看看他可不可以自己玩到 或者有其他小孩在这里的时候 他都OK 就是可以跟其他小孩相处到的 会会会 那好像也不是很难的 哦 挺好的 不是太难的 就是不用太大压力 那些家长都不用太大压力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哎呀